老爺爺坐在沙發上說著故事 這可是二戰時諾曼蒂戰役 他登陸奧馬哈海灘的故事 這位爺爺是經歷二戰的美國退伍軍人 已經101歲 爺爺住在加州 孫女把他講的故事片段放上TikTok 沒想到吸引大批網友觀看 已經累積80萬人追蹤 按讚數870萬 還有不少粉絲來信 儘管爺爺已經101歲 但記憶力依然非常好 記得1944年6月6號 在海上盤旋了幾個小時後 他們接到命令 跳進英吉利海峽 手持步槍登陸海灘 當他找到掩護 從防水包裡拿出一支香煙 但火柴已被盡失 所以我 sensed someone to my left 所以我叫他 他叫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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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沒有反應 所以我看過 there was a guy laying and there was no head under the helmet it was like magic I was hearing that soul of that guy was telling me get up and run right now so I did 当时超过15万名盟军士兵进入法国驱逐希特勒的部队 但他失去了许多战友 爺爺表示他在欧洲待了3年共参加了6次战役他是极少数存活下来的人 6月6号诺曼蒂登陆满80周年他要回到法国 而他讲述的战争故事也鼓舞了许多人 华盛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盛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